这里是好好听FM 欢迎收听《落花水面》接文章 刘炯朗主讲 今天我们讲有创意的资本主义 2006年 诺贝尔和平长得主尤鲁斯 是孟加拉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 1970年代 当他看到当地的妇女想要从事生产事业 却连最起码的资金都没有的时候 就从口袋拿出27美元借给42位妇女 让他们买材料 生产足智家具 这些人平均只赚到两分钱美金 但这是好的开始 维俄信贷这个观念就是把非常低位的贷款借给有需要 但没有抵押品担保的人 到了2007年 他的银行借出64亿美元 借给700多万个贷款人 的确是把赚钱和做好事结合起来的好例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Negro Ponte 在2005年 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提出让每个小孩都有一台笔记型电脑 One Laptop Per Child 的构想 并且成立了OLPC基金会 目标是制作每台价格低于100美元的笔电 给新兴国家的儿童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 这个构想得到许多政府和企业很大的回想和支持 并由台湾广达电脑公司承包制作 但是又制作一台廉价兼顾低耗电率 具有上网功能的笔电 需要克服很多技术上的挑战 所以这个叫做XO 的笔电 始终没有达到低于100美元的目标 后来OLPC 推出买衣送衣的活动 顾客可以用400美元的低价 买两台XO 笔电 一台之用 另一台捐给贫穷落后地区的学童 2007年起 台湾的华硕 红基和美国的戴尔等电脑公司 也先后推出微笔记型电脑 价格约500美元左右 到了2014年 谷歌推出的Chromebook打进教育市场 定价199美元 当我们把这些共同的努力结合起来 不正式把做好事和赚大钱结合起来吗? 著名摇滚乐团 YouTube主唱 Buno在2006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 提出名为红色计划的产品商标活动 任何贴上这个商标的产品 会把销售收入的一部分捐作慈善工艺 特别用来照顾非洲艾滋病患 许多企业参加了这个活动 例如美国运通公司 发行了一张American Express Red的信用卡 把信用卡消费的1%捐出来 美国服饰公司Gap 有一系列的服装叫做Gap Red 把销售利用的50%捐出来 Motorola有一系列手机 叫做Red Motorola Reza 每售出一只会捐出17美元 这些都是把赚钱和做好事结合起来的例子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您的亲友 祝大家平安健康